今天上午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陆海空三军部分建制单位进行了第27次轮换 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 以梯队编程摩托化机动的方式向深圳黄港口岸开进 多个梯队陆续通过深圳黄港口岸和香港洛马州口岸 在穿越香港多条干线公路后顺利抵达驻香港部队港内军营 并第一时间举行防务交接仪式 防务交接结束后 轮换出港的陆军部队离开驻房营区 先后通过洛马州口岸和黄港口岸返回深圳驻房 进驻之前 我们轮换进港的官兵 有针对性地学习了香港基本情况 法律法规 担负任务等方面内容 大家有信心 有能力履行好防务职责 为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行稳资源 做出更大贡献 驻香港部队 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 依次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上午九十整 参加轮换的空军直升机大队从广州驻地起飞 九十五十分抵达石港空军基地 接替轮换出港的空军部队旅行防务 上午八十许 轮换进港的海军登陆艇从深圳某军港出发 穿越香港海域 准时抵达昂传州海军基地 十一时三十分 驻香港部队 海军部队 在昂传州军营举行了防务交接仪式 仪式结束后 轮换出港的海军登陆艇 在战友们的欢送下起航 驶离香港 据了解 此次建制单位轮换行动 得到了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驻香港部队通过人员和装备的轮换 将进一步提升履行防务职责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